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 Dr.Tim,丸子健,洪書宜 好了,回到杏林茶時間了 講完溫泉吧 剛才18號司祖說到 勞工福利局局長,羅子光 在立法會說了一些話 都說市民都很大反應 因為很多市民都很擔心 催淚煙的二惡英的影響 羅子光局長就說 根據文獻的資料 他說燃燒一般垃圾和路邊的塑膠欄杆 所產生的二惡英 相比燃燒其他東西 所產生的二惡英 高數以百倍計 所以催淚煙所產生的二惡英 就佔很少比例 甚至他說燒烤時所產生的二惡英 都是遠遠高於催淚煙 他說完這個就被人立即質疑 有議員就說他究竟有沒有做過催淚煙釋放二惡英的資料搜集 又說局長說的東西如果是真的 那些燒烤場和寒燒餐廳變相成為二惡英集中之地 去這些地方是否等於市民集體自殺 認為有為常識 其實很多人都很大反應 其實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任何政府官員出來說什麼都死 沒有人信 香港人對政府已經徹底沒有信心 這是習大大講過的 是 塔西陀陷陷阱 塔西陀陷阱 這個其實是沒有英文的 是 它原本是中文先 它是Based on Cornelius Tacitus 是 這個不是英文 是嗎 這個是希臘 Cornelius Tacitus 不是英文 但是 但是這個塔西陀陷阱 是中國人發明的 不是他發明 就是之前有些學者發明的 是有些學者發明的 凡是政府做什麼都錯 失去了信任之後 你就說任何事情 都已經跌入了這個 就是習大大認定的塔西陀陷阱 是 我們一向都很客觀的 我們很科學的 是 其實這次羅局長說的事是真的 是對的 是對的 他有做到research 就算不是他做 他的助手也有做 他才敢這樣說 是的 但是他講完 被別人張軍 他又不出來反駁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 因為牽涉到這個 他iQ160 這個不關iQ的事情 因為你無端端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 無需用這件事去講 這個變相其實不是關於 其實你政治人物就是要去 去處理公眾期望 處理公眾情感 如果不是 我們偉大祖國就不會經常都說 這些講法嚴重傷害中國人感情 很多傷害中國人感情的事都是真的 是有事發生的 但都傷害人民感情的事就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我先說回 我們先說回數據 劉部長說的 是一個法國環保組織做的研究 不過已經很久了 2003年做的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其實這班研究人員 就燒了四塊牛扒 四塊火雞肉 和八條腸 那它燒的時候 就在那裏量度 釋放了幾多二樂鷹 那它發覺原來 燒完這四塊牛扒 四塊火雞肉 和八條腸之後 總共釋放了22個nanogram的二樂鷹 就等於燒了22萬支煙仔 其實煙仔一向吸煙都不好 我們都知道有二樂鷹 但是原來走去燒野食 是真的會產生很多 二樂鷹的 不是 之前都已經講過這類的話題 不過我想說 有時候 我想在語言上的一種比喻 其實是很 我想外國是特別喜歡用的 或者以前的講法特別喜歡用的 就是 扔了這樣的垃圾 就等於 扔了幾多個大球場 那麼多垃圾 就是很多 很容易這種的比喻 這次就等於燒了幾次煙仔 是 但不是說你吸煙 你吸煙有其他問題 這個就是那種組織上面 在玩文學上面的一種問題 你可以只需要說出燒牛扒是多少 你說煙仔其實都是有一種比而不論 它本身的設計已經是有問題的 這種說法 因為煙油 來古丁那些一樣是中燒的 你不會在那裡拿來這樣比較 你不會拿那塊牛扒說 我煙完那幾塊牛扒之後 會不會燒了幾百支煙的煙油 不會的 沒有煙油 不過有其他資格物 就是 其實燒牛扒也有毒 不過繼續說完 這個研究還說 在這個燒烤附近的空氣 含的二惡嬰濃度 竟然高過他們在法國環保的垃圾焚化爐 高過那附近 煙通出來的二惡嬰濃度七倍 不過這樣 他們說燒烤不會24小時不停燒的 是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燒烤這件事是你自己選擇的活動 都告訴你其實吃的那些是不好的 就算你不去燒烤 你燒了裡面那麽多肉的東西 都是塞血管的 我們杏林茶經常都說 我們遲早有一個叫做吃什麽都死系列 吃什麽都死的 都是的 吃飯 吃飯 是最快死的 還有100%飲水 100%死亡 是吧 是 所以有時候在一個語言的講法上面 你拿了一樣東西去講 還有做一個類比 其實 我想他想凸顯了 例如BBQ的那個害處 那他就用小煙來講 是吧 但這個是 不是羅告上講的 這是那個研究 環保組織講的 是講的 但是我想說很多東西 有時候另外的問題就是 BBQ是你自己的選擇 等於很多人吸煙都是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是鼻吸煙 二手煙 二手BBQ煙 二手BBQ 即是你本來沒有粉燒 是 無端端要押你吃 那這些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另一個 那就是另一個問題 你就不可以將它硬扭下去那個位 所以為什麽會 要處理人民期望和人民感情的時候 然後有一件事就是在這方面要處理 這個跟IQ是無關的 跟情感是有關的 即是你住在移磊街 你不能選擇 不能選擇 你去銅鑼灣上班 你不能選擇 你的大廈的抽氣口 就是對正 剛剛有一顆之前放過 那你上班的時候 是不能選擇 還有BBQ我都覺得香的 是吧 韓式烤肉 是啊 但你覺得我說 如果是二手BBQ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生就是 你想吃韓國食物 但那間店舖 就供應了韓國燒烤 你進去不是想吃韓國燒烤 你想吃韓國燒烤 你想吃韓國燒烤 可能吃韓國燒烤 麵士烤 或者麵士烤 但是呢 整間店舖充斥著燒烤 例如紅書 他喜歡叫大醬豆腐 沒錯 但隔壁左右 全部都要燒烤 你走出來 整天都要燒烤 整天都要燒烤 你要衝很久才會燒烤 你做完運動 洗完澡 洗完澡 想吃飯 出來又重新再衝過 很大陣味 所以我想這就是 關於期望的處理 他說 BBQ很多燒烤 是真的 是真的 不過呢 一個月燒一次 沒有問題 現在澳洲燒烤 燒到這樣 其實他們都捉到 放火 這些真是暴徒 這些Pyromaniacs 但那個暴徒 那暴徒真麻煩 那暴徒真麻煩 其中一個是19歲 他是一個Volunteer Fireman 他其實就是一個 義工的消防員 他其實就瘋了 周圍就放火 然後又自己報警 然後就自己去救 其實想拿那個英雄感出來 但他就放了很多 偏自到自然 是啊 他沒有罪 很多 這些其實是變態的行為 其實澳洲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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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滅之不盡 什麼叫春風 什麼吹牛生 野草燒不盡 春風吹牛生 就是這樣 這些傻人那麼多 很多 很多 我記得 例如西班牙火災 之前捉到幾個頑童 我說 為何沒那麼多東西不玩 為何就去玩燒森林 其實以前香港都很流行保留 那你保留為什麼 你都是希望 砰那一下 哦 就是燒死人 澳洲每年到這個時間 就是有這些人 然後就會有很大的事故 那些人要離開自己的家 燒到那個 這些燒都很多以外應的 因為其實看這個 自然環境 你燒那些 花草樹木 其實都會產生的 嗯 那所以 都沒有什麼可以避 原本想著 不如回澳洲 住一途半個月 避一下吧 沒有用 是 不過現在 說回來 都是有 很多地方是會有的 不過我想說 算了 其實呢 羅顧長說的 就說了一半而已 那BBQ的確有二岸 那催淚彈 是不是真的很少呢 這個成分 其實政府就說 商業秘密 就不可以公佈的 那其實 那醫生 這個又跟你說 我又見過很多不同類別的醫生 我都問過他這個意見 他說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你都告訴我 有什麼我才能治療的人 嗯 你猜吧 我都猜的嘛 是 那你大概告訴我 你猜一下 其實我說 你告訴我 你不會對那件事沒有傷害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有個美女 你問他你幾歲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你猜到我 他突然回來再說 健康無價 每人一杯杏林茶 杏林茶 Dr.Tim 阮子健 洪書宜 好了 回到杏林茶時間了 是啊 催淚彈的成分 就跟女性的年齡都一樣 是一個秘密 是秘密 我之前不是說過 看到醫生 就說 那你都告訴他們 有些急診科 那你告訴我 那我大概都知道 怎麼醫 還有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他們的說法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 子彈的彈頭 是金屬來的 是銅來的 這樣 這樣 不影響他的殺傷力 那你發放了催淚彈出去 那我就不太明白 這個就是 很多醫生 就認為 例如社會局長 他沒有說 他就說 這個就 一公開了那個成分 好像會影響了警方的部署 他就覺得 比較奇怪 其實你放出來 你就算知道 你擋不到 你擋不住 我知道 那怎麼辦 他不會說 通過這兩件事 就會化解到 其實好像我們很多朋友一樣 他很想搞子弟戀 明明想找個大個自己 誰知道那個 又不肯說 誰知道原來小個自己 就很不開心 但也沒關係 你也是喜歡他 是呀 搞子弟戀 是呀 誰知道原來 你找了一個小妹 是呀 想找個成熟一點 是呀 誰知道偏偏 誰知道偏偏就是小蚊仔 其實估計 我以為是有很多上一年的小蚊仔 嗯 我們旁邊這個是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本身是少女 她從來也是少女 繼續說 催淚彈怎樣 嗯 少女 嗯 嗯 其實估計 都是催淚彈裡面 都是CS gas CS gas 我們以前都說過 chlorobenzomelanil nitrile 那是怎樣 她在室溫的時候 就是一種固體 高溫情況下 才會變成氣體 在高溫 越高溫 就越容易產生疑惡嬰 嗯 其實是可以產生疑惡嬰的 我想說 現在很多人 被人救病的情況 就是說 其實舊的那隻 英國老祖的那隻 是沒有的 現在那隻 是超高溫 因為辣溶了的臘青 地板 那倒是喔 你只能看到 有幾顆都還叫不出來 還在街上 但是呢 其實她出了多少 而我應該是沒有做過研究的 我找人了 沒有啊 沒有醫藥文獻 那當然 因為哪有一個地方的文獻 可以好像香港這段時間 有成萬顆出來彈出來 嗯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香港裏面的 很成功的 其實她都可以好像那個BBQ 那樣做的 幾十年不放 可以好像BBQ 馬上在量度的 其實都可以的 沒有人做的 因為說明這些什麼呢 哪有肯做的 其實做來做什麼 都說明不是好事 沒有死 做了死事 是嗎 不知道有受傷 還跑去做 不過就算呢 不要說是否疑惡嬰 就算是之前的研究說 C-S-Gas本身 這個 Chlorobenzol Melanide Nitrile 本身是可以破壞我們的DNA 其實就在孕婦最危險 可以增加了小產風險 那破壞了DNA 也有機會影響 殺其胎 是的 所以根本就不好 那你吸得多了 那其實我們的DNA 如果受了破壞 那你會怎樣呢 增加了患癌風險 所以這些東西 吸得多是不好的了 一定 嗯 所以 現在就是說 不要再用一些 最盡量不要防 我經常覺得 另外 那警察也會說 那你盡量不要出來 是吧 其實雞蛋 這個永遠解 這個沒有解的 沒有的 其實要解 要政府解 是的 不要把矛盾 放在大家前線的世界上 其實我也認為不應該 但是就變成了現在 好像一個沒有解的狀態 沒有解的 真的 你想到有解 那你不是發達的 我也會發達的 你想到有解法的 那你就 一舉成名 特首有你做 不是 有很多解法 那你中央肯實行 都知道 例如 我們不要純粹用一種 我們用加法的思維去想 我們用一種減法的思維去想 減走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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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太隱悔了 沒有人知道你說什麼 我不講了 唉 不行了 我們現在 我以為你說加法 就是加法時候的 現在就是加法時候 然後你說減法 咦 減法就是減些什麼 減些什麼 減些什麼就可以了 減少少 減多少 減多少 其實羅局長 IQ那麼高 為何他不想辦法 為何他會說這些 被人將軍張得那麼厲害 我小時候 看了一本書 叫做EQ 叫做SQ 叫做AQ 那些 他經常都說 人的成功 跟IQ 沒有關係 反而跟那些SQ AQ EQ 有更加大的關係 不如我再說回 IQ高 想到 IQ高 處理不了政治問題 那也是 是不是 有幾多個政治人物 處理一些很大的政治事件 就是靠IQ 為何他不馬上解釋 靠跑啊 他馬上解釋 說是有研究 他只有一半 就是只有一半的研究 但又不可以說 不是 因為如果 如果我想說 你這麼高IQ 你這麼高IQ 用這個研究去比 你很難解釋得完 因為你沒有一個文獻 是說到 有成萬粒出來 一說到這樣 它是當頭呆了 會啞了 因為有太多破綻位 被人說 就算不要大家關注 即是大家一死在那個位 就說 在二岳英那裡 那我一釘回其他問題 只是說CS gas 例如CS gas 例如山埃 有其他智癌的成分 它的濃度 它吸入量數的大小 是呀 怎樣影響破壞DNA 因為現在的議員 沒有說到這些位置 其實是應該說這些 叫那些人應該去說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很需要去發表 即是不只是刺死是一個二岳英 二岳英很容易被他灑走 但其他呢 他反而灑不走 那他就不說 他變成了不公開 我現在就是最公開告訴別人 這樣 有得走 不過他會不會走 有時候是說進屋 他會不會走 他會上七樓 有沒有走 有一個人在開飯 他會不會走 這些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現在這樣證明了 駱國長是沒有說謊的 即是不適合聽的 是 是 是 我們要再用高智慧去思考 怎樣去令我自己舒服些 好 我們今晚和林柴時間都差不多 今晚和林柴時間都差不多 今晚和林柴時間繼續 拜拜 好